躺平发育里居然促进了 炒鸡大宝剑 这就离谱 没错小伙伴们 躺平发育的版本已经是非常多了 但是辉哥今天呢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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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又收到了开朗的网友发来的安装包 躺平发育仙侠版 李逍遥都直呼好家伙 这种版本呀 一看就是懵人的 咱们绝对不要信 没骗你 里面可以遇见飞行 超级爽 敢不敢玩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又刺激我是吧 行 只要我挑战成功 你必须给我点赞 可以的兄弟们 我现在就去试试 那进入游戏之前呢 各位开朗的小伙伴们 请让我感受到你们点赞的威力 号称开朗大军 不会连点赞破万都做不到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嘿嘿 只要点赞能破万 躺平挑战不见断 咱们冲冲冲啊 哎呦嘿 还真是让我没想到啊 确实是在遇见飞行哈 现在咱们身处仙境之中 旁边都是一个个的仙道 那先找一个没人的仙道发育一下 就前面这个吧 紫水晶仙道 刚要坐下去发育 就送咱们一个神器龙街 可以增加攻击速度 不就是看广告吗 不要白不要 坐的这个普团 就是躺平里面的床了 岛屿门口的旗子 叫做仙镇 也就是大门 目前玩起来的游戏 还是稍微有点意思的哈 瞅瞅仙友们都在干嘛 哟 没想到猎梦子这么快就来了 颠倒颠 赛神仙 我看你就是个大魔头 大大的反派 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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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还换了个仙友攻击 不管他了 咱们赶紧发育 把普团和仙镇都升级一下 团红升功 藏狼神拳 脚处出击 去去去 我还乌鸦坐飞机呢 赶紧升级一下仙镇 这个联盟者有点搞笑呀 每次打几下就跑了 我还没来得及建造炮台呢 不对 这个仙侠版的躺平 应该没有炮台 让我看看是什么 哇 居然是剑阵 看起来还挺帅的呀 火焰岛的仙友也做出了剑阵 没两下就把联盟者打跑了 居然回过头来找我麻烦 看我的剑鱼飞花 脑袋砸核桃 嘿嘿嘿 早会被打晕了吧你 不好咱们的仙友被破阵了 这个联盟者居然绕了一圈 才回来把他淘汰 简直太嚣张了吧这 好家伙 原地转圈居然渡劫成功 哦 寒冰岛屿的仙友也被淘汰了 看来这个魔修联盟者 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你觉得我帅不帅啊 我看你挺帅的 现在放两个阵法修复 用来给仙镇回血 联盟者又来找麻烦 赶紧把剑阵升一下级 水牛打老鼠 一虎杀两羊 这个联盟者怎么跟黑虎阿福一样 满嘴的大骚话呢 剑阵打得你痛不痛呀 哎呀我头痛 哎呀真的头痛 赶紧回你的魔尊的宝座上回血吧 咱们把高级的飞剑升级到仙界飞剑 哇嘞个去 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宝剑呀 我看来都害怕 联盟者不得被吓妙裤子 这么恐怖吗 这句话把我吓到了呀 大迷使劲打我呀 熊掌出击 蜘蛛吃藏蜘蛛吃耳蜘 哎呀呀你说这话太恶心了吧 这家伙跑得可真快 我现在已经有两把大宝剑了 虽然先有全都被淘汰了 但这个联盟者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陆亚飞行 恶狼前进 不是不是你要干嘛呀 我去怎么直接冲过了我的仙阵 喂喂喂咱不行开挂的呀 啊什么情况 我怎么赢了 刚才联盟者直接冲过了仙阵 然后一头撞向我 怎么的这是一头壮士了啊 好吧好吧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这样的胜利方式 如果让我点评一下这个版本的躺平 我只能说 确实在玩法上做出了一些创新 游戏时期五游戏时 遇见飞行寻找仙道 还是很有乐趣的 不过嘛 游戏整体的画质太扎了 而且广告太多影响体验 给个差评吧 好了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怎么样呢 话语到评论区各书几件哦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